有朋友問你剛才說過航運股 其實你就名了1919的 他說航運股明年的看法 還有有沒有股份推介 他的目標是放一年的 其實是航運股看法正面的 你的位置1919 再看一些歷史高位 甚至20元這些水平 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做到的 因為我的角度就是 今年和去年唯一不同的看法 就是去年我們預料一下 這個板塊會暴利 今年我們預料一下穩定盈利能力的時候 用一個value stock的角度去看 所以問潛在升幅 當然說所有今年減分和去年一樣的板塊 我們說選股大致上都是這樣選擇 但是這個心態上面 或者累積升幅股真的沒有那麼多 這些或者15元去買 可能都是看到20元左右 是一個中線的部署 或者不用一年的 可能大約半年左右的時間 又要看到 但是如果你是做一年長線的部署 當然買的越便宜越好 你說好像2343這些近期未開車 現在市場都對經濟前景的看法 不是特別負面 它不是還沒開車 它升穿3元以後都正在升 那跟一加19比差很遠 一加19比差很遠 破了位 366那些是接近歷史高位 是 那它就開始收集這些 那就是增加一段方式的 它就準備好了 是 附近來的 在這兒我們在那邊 附近的 也是 它為難以 那些 誤信 進步了 這兒